已经迈入第21届的台中市大敦美展 今年有来自世界各国 共1738件艺术创作参赛 其中224件获奖 所有得奖作品将从12号起 在大敦文化中心展出 市长林家龙特别强调 台中市有文化城的美名 希望借由大敦美展的艺术平台 将台中打造文化的容器 让文化成为台中市的灵魂 大敦美展第21届 鉴计完备圆满成功 市长林家龙带领众人 倒入七彩缤纷的颜料 要把美学带入市民的生活 已经迈入第21届的台中市大敦美展 今年有来自世界各国 一共1738件艺术创作参赛 作品水准都相当高 其中有224件获奖 大敦美展已经是得到 我想全台湾 甚至全世界大家都很认定 真的是非常高的一个荣誉 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人来参展 这个累积了21届 非常多的优秀的作品 跟一些创作者其实在文化界 后来也都非常的接触 台中市大敦美展借由丰富的争鉴类别 打造出综合美术比赛舞台 让艺术家在其中相互切磋 还有交流 而今年的收鉴数也大幅增加 今年的总收鉴数 比较去年更成长了四成以上 其中国际建树更从去年的69件增加到今年的143件 增加超过一倍 今年的成果非常的丰盛 总计有1738件的参加建树 来自国外的也有143件 有32个国家 可以说是不管是建树 比去年多了四成 国外的建树多了一倍 那我相信是21年来 我们努力默默的更衅 得到整个国际议坛的肯定 所有的得奖作品从12号起将在大敦文化中心展出 当天也会揭晓五位最高荣誉的大敦奖得主 欢迎民众踊跃前往欣赏 借杨宗环台中采访报导